几年前,我到欧洲的一个前共产党的国家 相当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当时有一个商业团体,他们就请我吃饭 他们是非常严肃的人 他们对新加坡,现在有些对新加坡也非常熟悉的 他们问我,新加坡政府是怎么经营的? 怎么使到新加坡这么成功? 我给他们我通常的一个答案 我们主要是非常强硬的反贪污的做法 我们长期的规划,不懈的努力和促进社会的包容 我的东道主,他们就是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摇摇头 那么他们用俄语来讲话 俄罗斯语 那好几个国家是讲俄罗斯语的,讲俄语的 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怎么运作的 对他们来说 我刚才所讲的是完全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肯定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但是呢,在新加坡却发生了 而我们在新加坡,美国都认为 这个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在新加坡呢 现在也不再是正常了 但因为有非常健全的政治 但是有不懈的努力 而有这个坚决的意愿使到新加坡成功 我们在路里以来 我们一直在,就是好像在伊甸园里面 一切都是好的,是对的 我们就离开了伊甸园,却不能够回去了